第五百八十五集 魏文帝的弟弟 燕陵侯曹张 宛侯曹聚 鲁阳侯曹宇 乔侯曹林 赞侯曹允 湘义侯曹骏 鸿农侯曹 寿春侯曹彪 历城侯曹威 平渝侯曹茂 都尽绝为功 改封安乡侯曹职为 甄城侯 魏文帝曹丕 修筑陵云台 当初 魏文帝要大臣们分析 刘备是不是会为 关羽报仇 而去进攻孙权 大臣们都议论说 蜀是小国家 名将呢 只有一个关羽 他战败身亡 军队被消灭 蜀国正处在担忧和恐惧之中 不会再出兵了 只有市中刘也说 蜀地虽然地界狭窄 国力软弱 但刘备企图依靠 武威的名利 加强自己 势必要出兵的 以表明 他的力量强大有余 况且 关羽和刘备 名义上是君臣 恩情却如同父子 关羽被杀 不出兵 为他报仇 也不合 善始善终的礼 八月 孙权派使者 向魏称臣 奏章言辞谦卑 谦卑 孙权无故向我投降 一定是内部发生危机 前不久 他偷袭并杀死了关羽 刘备必然会出动大军讨伐他 孙权 外部有强大的敌寇 部署 心情又不安 又恐怕我们乘级进攻 所以献上徒弟 请求投降 一来呢 可防止我们进兵 二来呢 可借助我们的援助 加强自己的地位 迷惑他的敌人 如今三分天下 我们占有全国土地的十分之八 吴和蜀 各自仅保有一个州的地域 平是险要 依托长江大湖 有急难时互相援救 这样才对国家有利 我们应大举进兵 直接渡将袭击孙权 蜀从外部进攻 我们从内部偷袭 不出十天 蜀必亡 蜀灭亡 蜀的势力也就孤单了 即使是把蜀的一地割让给蜀 它也不会存在很久 何况蜀只得到蜀的边缘地区 我们却能得到蜀的本土 文蒂说 有人投降称臣 我们却讨伐他 这样做的话 天下愿意归附我们的人 就会产生疑心 不如暂且接受吴的归降 袭击蜀的后路 刘也说 我们距蜀的路途遥远 但靠近吴 蜀知道我们向他进攻 便退军攻击吴国 听说我军伐吴 知道吴必亡 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 同我们争夺分割吴的将统 但是绝不会改变计划 抑制自己的怒火 去救援吴 文蒂没有听从 接受了吴国的归降 于晋的头发 胡须全都摆了 面容憔悴 见到文蒂 哭泣着下拜叩首 文蒂用古代晋国 寻林赋 秦国孟明氏的故事 做比喻来安慰他 任命他为安远将军 要他向北到叶城去拜叶曹操的陵墓高陵 文蒂事先派人在陵园的屋子里 画上官宇得胜 庞德发怒 于晋投降的壁画 于晋看到这些画 惭愧悔恨 换兵而死 陈司马光说 于晋率兵数万人 兵败而不能战死疆场 为求生而降敌 后来又回到本土 文蒂可以霸住他 也可以处死他 竟然在陵园里作画羞辱他 这就不像个君王了 十九日 魏文帝派太常行侦 待侧命 封孙权为吴王 魏表示尊礼 加赐酒席 刘也说 不可以封孙权的 先皇帝征伐天下 已经拥有全国领土的十分之八 威德震动海内 陛下接受汉朝皇帝的善让 真正做了皇帝 得行符合天地 声明远不四方 孙权虽有雄才大略 只不过是汉朝的票旗将军南昌侯而已 官品很低 权势卑下 其属民都有畏惧我中原朝廷之心 很难强迫他们合谋共事 我们不得已接受他的归降 可以进封他将军的称号 封他为十万户侯 却不能一下子封他为王 王和皇帝相比 只相差一级 所使用的礼乐 服饰 车马的等级 也很混乱 孙权仅被封为侯 那江南的世人百姓和他便没有君臣的名分 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 就大大的进封他 尊崇他的地位 再给他加上王的称号 使江南人和他确立君臣关系 这是为蒙虎加上双翼啊 孙权既然取得了王的地位 迫使蜀军退走之后 外表上遵守礼节服从朝廷 是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实质上对朝廷无礼 以激怒陛下 陛下如果发怒动火 出动大军讨伐他 他就不慌不忙地对他的百姓说 我们委身于中原朝廷 不敢私藏珍贵宝物 按时贡献礼物 不敢违背臣下对皇帝的礼节 但朝廷却无缘无故地征讨我们 一定要消灭我们的国家 俘虏我们的人民 去做他们的奴仆和婢妾 无的民众便不会不相信他的话 相信这种话而感慨愤怒 君臣上下一心 那战斗力就会增强十倍啊 文帝仍然不听 曹魏的将领认为吴已经归附 便放松了对吴军的守备 只有征南大将军夏侯尚 进一步加强了访武 山羊人曹魏一向因才智而闻名 知道吴归附曹魏 便以平民的身份写信给吴王孙权 要求他给一些财物 用来贿赂京城的官员 文帝知道此事后 下令将曹魏处死 吴又在武昌驻城 开始文帝要任命杨彪为太尉 杨彪推辞说 我曾经做过汉朝的三公 遇到社会动荡 对汉朝不能有一尺一寸的帮助 如今在座魏的臣子 对国家选用人才来说也不光彩 文帝这才没有任用的 冬季十月初二日 大臣早晨上朝的时候 文帝特地要扬镳上前 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赐给他延年杖 依靠身体的小桌 允许他穿布置的单衣 带平常朝会用的皮奔冠上朝 任命他为光禄大副 品机为中两千代 朝建的时候 班魏仅次于太尉司徒司空三公 特许他在门前试用刑马 设置立元和氏族 以示优待和尊崇 杨彪在84岁的时候去世 因为梁价太高 文帝下令停止使用五珠钱 我等于这次 感谢观看